要标示夜首跟夜尾 新增了两个元素 一个是什么呢 header 一个是booter 那也就是说呢 它制定完毕之后呢 让版型设计变得更有弹性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希望制定出一个 这边有总共有 这个版型总共有 这个四个 四个重要部分 包含就是什么呢 包含就是第一个 我们的A的部分是属于夜首 然后呢 B的部分是导览列 C的部分是内容 D的话是一个夜尾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把它版型排成这样的话 那以前做法跟在HTML5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实际上以前的话 你可能要用什么 最早可能用一个什么 表格啦 或者是框架页啦 或者是什么 DIV啦 但是呢 这样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很理想 因为这里面 你说最早用表格 表格其实很麻烦 非常麻烦 你要去制定很多标签 然后后来的框架 框架其实也不好用 如果说你今天用HTML5里面就是把这两个 我刚刚说讲的这两个标签 用进来之后的话 要排出来就非常简单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基本上呢 都不需要用表格或者DIV 那做法上怎么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要定义出来 这个是Header Footer在下面 这是导览列 这是内容 对不对 那这几个部分呢 你先定义 那怎么定义 首先我想前面都一样 在底下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在Title下方 Title下方我针对我要的Style 有点像CSS版型设计 我这边增加一个所谓的Style 那Style部分的话 我定义出来 第一个是Header 跟Footer 然后后面的话给它大瓜骨 大瓜骨后面的话呢 就制定几个部分 包含就什么 Display 它的颜色部分 那我给它什么呢 Bread 这个 给它一个Display的方式 就是用Block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 再来就是我的牵具 Pedding部分的话呢 我给它这个 应该是边界 边界部分的话 给它5P Pixel 单位是PX 那另外的话 文字对齐方式的话 我给它置中 那前后用大瓜骨的方式 把它包夹起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导览列的部分 我也来制定一下 那也是用大瓜骨 一个Block 然后呢 它用的是 无动的 而且是在 在左边 那宽度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的内文跟 这个 导览列 各分20%跟80% 对 然后高度的话 各50 相对的高度 然后呢 背景的部分呢 我给它黄色的 然后 我的底下的article 内文的话 我给它银色的 那边界的部分呢 各为5 其实这个数字的话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 你也可以比如说加大或者减少 看看有什么效果上的 这个变化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把style制定出来 所以四个元素 四个部分的话呢 通通都制定出来了 再来的话 在这里下 style之后呢 第二个标签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这边要多一个script script 那script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增加什么呢 要增加 这边的话利用 这个document 在文件里面 那你各位可以发现呢 在script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增加什么 底下有个方法 其实你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自己出来 你可以打个c之后 点c 然后呢 你就可以create element 然后呢 我们就在后面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第一个是header nob 跟article 还有footer 所以会有四个东西 四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四个部分呢 建立起来 那再来的话呢 分别 给它这四个东西 包含就是我的header 然后呢 我的nob 在这里 ok 然后会有对应到 刚刚的部分 然后article 我是利用这地方 那这个article是一个段落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用一个段落方式 然后一个footer footer部分 什么什么 工作室版 这个版权所有 等等的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版型制定出来 包含就是我的样式 然后呢 我要产生 它的这个 这个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 那每一个部分的话呢 建立之后的话 执行出来 结果各位可以看到 就类似像这样的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会把这四个部分呢 建立起来 这个也是 在HTMLify新增的这两个 把画面先换给大家试试看 那这个画面的source 比较长一点 那我已经把这个画面呢 放在五云端 白板上面 那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让我能够